隐藏摄像机下的真人秀到底有多真实 这绝对是黄志忠最生气的一次 小鲜肉们上课屡次迟到 竟然是因为沉迷化妆 身为导师的他忍无可忍当众发表 在某综艺中 黄志忠特意邀请了老戏骨胡君来给大家上课 节目组也提前安装好了隐藏摄像头 这也导致小鲜肉们直接将本性暴露无遗 谁也没有想到 男生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化妆 甚至经常因为化妆而迟到 就连班里的女生都看不下去了 他们用的化妆品比我们还要专业 是不是是不是 他们每天都化妆 各种打底啊眉毛啊 然后遮瑕疵痘痘啊 各种 得知消息的黄志忠彻底怒 直接下令要没收男生们所有的化妆 把这帮家伙给我叫来 给我叫来 把他们所有的化妆品 都给我拿了 都给我拿了 随后女生们就冲到男生宿舍开始搜寻化妆品 而这个决定可差点要了男生的老命了 原来对他们来说化妆品简直比他们的命还要重要 这是我的命 我就这点命了 看到这一幕的黄志忠当场发飙 经常上课知道 我今天才找到这个理由 我没想到我们男生 平常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 你他们娘们还娘们 最终大家决定销毁这些化妆品 可邵明明却耍起了小聪明 直言这些都是花父母的钱买的 我觉得扔和烧都不是那个最好的解决方式 因为这是浪费东西 而且这东西是拿钱买的 这钱不是自己挣的 现在这都是拿父母的钱买的 结果下一秒就被胡军当场拆穿了 你们就拿父母给你们上学的钱买这些东西 等到上完课后 黄志忠突然宣布要淘汰一个人 没想到却遭到了同梦时的反对 结果被黄志忠一句话对到哑口无言 不行 不行老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质疑什么 我质疑考试应该提前说一声 你制定规则是我们制定规则 你想让我们走就让我们走 你现在可以就出去 你说老底 你现在就可以滚出去 而最终被淘汰的杠杠 已经所有的恶气全都撒在了邵明明的身上 看到好友被淘汰的邵明明 顿时泪如雨下